6月1号 富春山居图合璧10周年纪念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 两岸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 两岸青年等近400人参会 纪念会以画和梦园为主题 两岸同胞一同回顾合璧胜举 感受这台情深 延续文化根脉 深化两岸融合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指出 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伪力 体现出中华人女对两岸和平 江山一统 金欧无缺 国泰民安的不懈追求 强化两岸同胞 特别是年轻台胞对两岸同根同源的认识 增强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鼓舞两岸同胞 增强文化资金 携手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激励两岸同胞 同心共会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并肩共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富春山居图由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 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明朝末年后 这幅名画因故分为两段 1948年以后 分别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1年6月1日 在两岸有识知识共同推动下 分离360多年的富春山居图 圣山图和无用诗卷 在台北实现何必展出 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也是两岸交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盛典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表示 浙江杭州与台湾地缘相近 文缘相通 人缘相亲 商缘相容 何必十年来 这台经贸文化青年的领域交流合作 呈现良好态势 我们愿意铺从山居图和第十周年青年活动为契机 与台湾有关方面深入推进 手牵手的经贸交流和新年新的文化交流 持续扩大全方位多层次机制化的交流合作格局 同时我们也盛情邀请台湾同胞 特别是广大青年朋友们 多到富城山居图的原创地来走走看看 来浙江 来杭州追门 竹门 圆门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通过视频致词 表达了对何必十周年纪念会的肯定和祝福 是他凸显的两岸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文化运代 他让我们体会到文化才是两岸共同的血脉 是富春山居图的合璧 彰显了中华文化所重视的人品与气节 如果能够更积极地以文化交流强化这个运代 两岸大局的合璧 有朝一日画和梦圆 也终将指日可待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合璧故事访谈 以及两岸青年和基层代表结合自身创业就业经历 讲述了各自参与建设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真实故事 两岸画家共会新版富春山居图 两岸青年共同朗诵富春山居图 活动当天还有各色丰富的文化表演 庆祝富春山居图合璧十周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